大家好,歡迎又返回到墳道 其實最近我也做很多 PS Vita 的破解影片 但是如果有些朋友真的沒有 PS Vita 的話 那真的只有看字了,但是不要緊的 今天我想分享一下,在 Beta Serra 中 可以安裝這個 Vita 3K 去玩 PS Vita 的模擬器 好,如果你還沒安裝過 Beta Serra 的話 看回我之前的影片 甚至我有個 Beta Serra 的懶人包 已經包含過遊戲 連結在下面的 description 當大家已經做了 Beta Serra 了 現在要安裝 Vita 3K 的模擬器 必須要是 Beta Serra 版本 36 或以上 如果之前那些就沒有 首先進去 ROM 裡面有一個 PS Vita 的範疇 裡面有一個 Text File 的 我們先按一按 其實這裡已經告訴你要怎樣做 首先要先下載兩個 Firmware 一個在這裏,Copy 接著自己開 Browser Paste 上去 對,離開這個 Official 下載最新的 Firmware 在下載新的 Firmware 下載 然後按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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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在這個 Discard 上,有一個箭墊 這邊按下載 然後再開始下載 對,另外一個就下面這裏 這個連結 Copy 再選擇 回到這裏 對,也會下載 OK,這兩個下載完 我們可以在這條連結 Game Capitability 這裡 自己檢查清楚有什麼遊戲可以玩到 才可以試 就算有些說是玩得到 你手機也要看你的手機的效能 看看是否能玩到 但如果已經不是玩得到 就不是所有遊戲都能玩到 還有還有一件事就是 遊戲其實 PS Vita有幾種方式 有一種比較舊小叫My Dumb 現在Betazera這個版本 只是My Dumb才能玩到 其他那些 例如No Npdrm 另外那些方式 VPK那些都未必可以 所以會建議大家 就下載這個My Dumb的遊戲 基本上你 Google 找PS Vita的遊戲 跟著說是My Dumb 應該有的 這個方式應該是會 Dot Zip 對,這裡也有說 對,所以 把你的My Dumb的遊戲 就放在你的ROMs PS Vita裡面 再開一個Folder 叫做Zip 放在這裡 就可以了 接著 就在BIOS裡面 建立一個Folder 應該你們是沒有的 先建立一個Folder 叫PS Vita 我在這裡 把你剛才下載的 兩個Firmware檔案 就拉進來這裡 對,我已經拉了 這些都準備好之後 就可以 放進去 Betazera裡面 好,那我們進來 按F1 接著我們去Application 你會看到有Vita 3K 這個模擬器 如果你是Version 35 或以下的那些 就一定沒有 這個模擬器 我們先打開 進來 我們先選自己的語言 中文也有 但是 下一點 我就選擇英文 我自己 接著 Next 接著 這個可以有它 Next 接著 這個Firmware 安裝 我們先下載Firmware 接著 Install Firmware 接著 我們找回我們 放在Firmware的位置 對 應該是User Data裡面 BIOS 已經放了 PS Vita PS V這個先 我們先,開來 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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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開放 接著 下面的 等級 下架 選擇 回到 PSP 塔,同樣位置 接著這次是上面的比較小 PSP 這個 OK,完成了,接著我們 Next 接著這個可以不利 接著OK 基本安裝就完成了 這個可以按進去示範圍 我們要先建立一個用戶 我自己改名吧 我叫牽少 OK,按進去 現在已經是 PSP 的版面 這裡我們要安裝遊戲 然後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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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想一逐個遊戲 自己按進去安裝 就可以按選擇 選擇 如果你想整個屏幕的遊戲 都安裝 就按選擇 選擇 然後選擇 我會選擇 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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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選擇 全部安裝完 然後選擇 我會選擇 安裝完 之後 問你要不要 刪除 因為我已經有 配合了 所以我會選擇 刪除 然后在这里就可以试试这游戏了 正常进入的游戏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离开游戏,按Oak F4 就会出现 出现这游戏之后,我们去ROMS 然后去PS Vita 现在这游戏还是什么都没有 那我们进去Zip 里面,比如Pinball 这个 我们先复制了Rename 然后复制了File Name 然后回到上一页 在这里,我们将建设一个新的Empty File 接下来Paste 名字 接下来Dot PS Vita 这样呢,名字就会显示出来 刚才还有个Metal Slut 如果像之前我删除了的,就没有了名字 对了,所以记住不要删除Rename 其余的游戏都是这样设定就可以了 我现在关闭出去 出来之后,记住 有些未新的内容 可能未必出到PS Vita 那你去找回 其实最基本的这个Update就有了 你可以在这里看回一些日期 最新的那些 3月后的那些应该都OK 还是4月稳定一点 我现在这个最基本的这个就有了 按Start Game Settings 接下来Update Game List 那应该有了 就显示这些Game 出来了 对了,完成的是没问题的 我们按Start Select 按Hotkey Start 先出发 对了,你可以好确定按进去那个按键 接着呢,去Advanced Game Options 这边可以做一些设定 Video Mode Auto Graphics API 这个你可以Auto 但是Vulcan 会应该 那么视乎你什么卡 但是Vulcan应该会稳定一点 对了,那 Rendering Resolution 视乎你部机多厉害 那么 厉害 厉害 不然我会 要尽量在这些视频玩 都玩 FHD 两倍 这个是Auto VSync 自己喜欢 Auto 我也是 这个 又是视乎你部机多厉害 但我也是Auto 对了,那就可以了 Back 再试一下Game 基本上就是这样安装 这些PSMETA的游戏 记住一个东西就是 不是所有Game都玩到的 留意支援度的 Game List 去看看有没有自己想玩的游戏 才下载 对了,还有 一定要暂时 要暂时的游戏格式才能玩到的 对了,那就是 今集就说到这里 喜欢影片 请大家不订阅 还请点赞 按订阅 再按订阅 那我新片就要通知大家 如果想请我一杯咖啡 欢迎透过支付宝 或者PayPal 或者直接加入Patreon 会员频道 详细资料 下面的Description 多谢大家收看 下次再见 拜拜